为主要的目标 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 可以说前后两个目标自然就完成了 转我为善 转凡成圣 还有什么问题 关键的在转你为我 这是佛家常常标榜的 破米开悟 利苦的路 千言万语 千经万论 总离不开这个原则 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 真正菩提心现行 无量寿就得到 后一步 决定往生 一年十年 都能得生 不发菩提心 一天二十四小时 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 发菩提心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经里面的 字字句句 他的意思都要搞清楚 都要搞明白 第二年 愿一切众生 居足修行 利劳死法 一切灾毒 不害其命 这不是 现在我们大家 所需要的 修什么方法 能够利劳 利死呢 利劳利死 这里头还有一个 不是漏掉 是省略掉 病 利劳 病死 不劳 不病 不死 有没有人做到呢 做到有很多很多 念佛往生的人 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走的时候 给亲戚朋友辞行 他那不是死 他没有死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是何者往生的 这个诸位 一定要清楚 这是个不劳 不病 不死法了 怎么个修法呢 一无量受尽修学 就成功了 你要想一无量受尽修行 首先 你对今天的文字 要熟悉 熟读啊 有没有